印尼斯人力銀行 印尼斯人力銀行應該都知道 你就直接進到 或者到那個11人力銀行 或者是最近有一個 一個人力銀行也蠻有名的 常常廣告 上去找的話 你可以輸入關鍵字 然後按找工作 他就秀出這邊總共有記憶資料 這個記憶資料是完全符合的 另外旁邊還有一個查更多欄位 所謂查更多欄位就是說 他這個工作裡面需要這項技能 那你可以按查詢 查詢就會出現 667筆資料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要查的 只有單內策 一般其實關鍵字都會 都會下比如說 單內策的話 這個送出查詢的話 總共1727 也就是說呢 有關於 他工作內容裡面需要 這個單內策 單內策裡面包含像 AHP單內策或者 VP單內策等等的 這些技能 都包含在裡面 另外當然我們 類似像我們這個課程 還有所謂的PHP 那你也可以查一下PHP 那PHP呢他需要 你按下那個 更多欄位的時候呢 這邊就有698 其實比較之下 這個當然在 如果跟PHP比 似乎多了一點 或者是早期的ASP ASP你按送出的話呢 ASP總共有1445 另外的Java 那你可以查一下Java Java有多少呢 需要Java的1721 感覺上稍微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也就是說呢 你在選擇學習技能的時候呢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 去搜尋一下 比如說你們學的內容 大概有哪一 那目前我 查一下感覺好像 這一項技能喔 是不是在 需求上面有提高很多 AutoCAD 查一下 5092 那如果Photoshop呢 Photoshop 那應該 Photoshop 2792 不算少啦 可是 如果跟AutoCAD 比起來 感覺好像學AutoCAD 需求上面 會比較大一些些 需求上會比較大一些 好 這個不 這個是 這個是 AutoCAD 那如果AutoCAD的話呢 是